講述族群過去歷史 原市中部新聞中心 藉由原觀點部落進行式節目團隊 記錄者日月談少族過去正名運動上的點滴 也在去年少族正名20週年播出後 受到族人廣大迴響 因此透過記錄影像分享座談會來到部落 讓年輕一代及不同族群的族人 一起認識少族文化 希望少族正名的歷史 能夠有更多人能夠去研究它 畢竟我們只是一個很短暫的記錄 但是我相信這個長達10多年的過程當中 一定有很多故事沒有被記錄下來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你可能住太近了 你反而會忽略到身邊的東西 所以這次反而是藉由這個活動 讓我更了解少族的歷史 然後我也覺得非常的感動 日治時期提出的九族分類 影響中華民國政府簽台後的民族分類 當時將加以阿里山的州族 以及南投日月潭的少族 歸在一起並統稱為州族 但兩者的文化語言等完全不同 也讓少族人希望爭取族群擁有權益 並在2001年正式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十族 但證明經過了20年 也有學界認為在對月潭實施實體重劃後 少族族人在這塊土地上沒有得到合理對待 強迫改變族人原有生活模式 也影響文化傳承上的進行 在去年因為我們政大已經成立一個原住民土地政策 跟環境規劃專班 才發現少族的土地問題 依然沒有得到合理的對待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 政府應該更加的重視 所以重新看這個片子的時候 更覺得我們應該要行動 透過這次的紀錄影像座談會 期盼再度喚起少族人對於族與傳承族群認同的使命 同時也希望少族文化富裕園區的建立 能儘速實施完成 讓珍貴的族群文化 能在日月潭地區永續流傳